这是我最近收到的两封信 在美国当你手上持有Permissory Note期票的时候 就会有Note Investor期票投资者主动找上门来 想要从你手上收购这些期票 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钱是怎么赚的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做一个具体的拆解 我是北美绝经黄永明 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海岛加威斯顿 向您问好 我在北美绝经这个平台 以及在我的会员网站永明u.com 做了很多的美国房地产投资教学 我也有一些学员和合作者 我们一起做土地投资 我会以折扣价把我手上的地卖给这些合作者 他们在以Seller Finance的价格 卖方融资的价格 卖给终端的买家 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合作者是怎么赚钱的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解释 接下来我们就转到我的电脑屏幕 来具体的看一看 我们以具体的数字来看是最为直观的 假设说我手上有一块地 它的市场价是4万美元 你从我手上买的时候是打了一个折扣 以8折买的 那你的入手价就是3万2000美元 接下来你把这块地 以Seller Finance的价格 卖给终端的买家 通常Seller Finance的价格 是会比市场价高出去25%的 也就是比4万要高25% 最终你的售价是多少啊 就是5万美元 假设说你跟买家呢 约定了贷款的条件是这样的 利率12%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Seller Finance的利率 首付呢10% 10年期 也就是呢127的还款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计算一下 在数字上它是什么样的 首先呢我们可以算出来 每个月的月供 是645.62 这是月供 如果它把10年都还清了 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本息啊 一共呢是 7万7千474.31美元 那减去你入手的价格 你入手的是多少啊 3万2 你入手的可不是5万 对吧 所以呢 你在这个当中赚了多少 你赚了45474.31 会有朋友问 那假设说 我中间想用钱 或者我不想等那么长时间 我真的一定要等10年 他把这个钱还清吗 不是的 就像今天视频开头所说的 你有了这个note以后 会有很多的 想要买你这个note的人 主动来找你 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卖给他的 卖给他的经济账 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情况 比如说这个note 你持有了三年 这个时候因为某种原因 也许你想用钱 你要把这个note给卖掉 好 我们可以算一下 首先呢 它的月供 是每个月 645.62 他还了367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他本息一共给你还了多少呢 是 23242.32 这个时候 它的balance 就是本金还欠多少呢 在三年的时候 他还欠36573.28美元 那当然 这个note buyer 他来找你买你的note的时候 是要打一个折的 通常来讲 他不会是百分之百 按照这个全价来购买 假设说我们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打了一个七五折 也就是说 他从你手上 买走的价格 是 27429.96美元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三个数字相加 看看自己手上 一共获得了多少 一个是你的首付 首付是多少啊 5000 第二呢 是他 在367当中 本金利息 一共给你还的 23000多 另外就是 note investor 他从你手上买走的时候 付你27000多 这三个数字 夹在一起 相当于 你到手的钱呢 是 55672.28 如果我们 去算一下 你的回报率的话 你的收回是 173.97% 三年的时间 那年化的回报呢 就相当于是 24.66% 这么高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头 来算一下 这个note investor 他从你手上 以27000多美元的价格买去 对于他来讲 他的收益是怎么样 他还得 核算 对吧 现在呢 他手上 还剩 84期 那么每一期呢 仍然是 前面说的 645.62 所以 这个note investor 他一共会收到 多少钱呢 他一共会收到 54232.08 也就是说 他由于打了一个折 所以他实际收到的 年化的收益呢 是高于 12%的那个年利率的 他总共呢 会在接下来的 7年当中 收回 199.71% 年化的回报 是14.24% 这也是一个 两位数的 非常好的一个回报 通常来讲呢 这个note investor 他的回报呢 会在10%到20%之间 所以你看 这就形成了一个双赢的状态 你一直持有下去 一直收 越供越供也好 中间呢 你把它 卖给一个note investor 哪怕你打一个折 卖给他 你都是 很划算的 这就是土地投资 是怎么做的 如果你想要了解 土地投资的详情呢 可以到我的会员网站 永明u.com 在上面 我有一个12节课的 土地投资教学 你可以学习到我完整的 美国土地投资策略